今晚深喉嚨 永多深 化多深 温馴乖巧的小黑狗不只很黏人 也曾不对陌生人乱废 就这样落脚在嘉义民雄的彩券行 老板娘看小黑狗可爱收留他 还取名来福 想不到超大福气真的来了 他正要买的时候 也不知道想说要买哪一号 后来那个狗就在他的脚边一直到 然后他就临机一动说 不然就买酒泡 因为酒的那个狗的台语叫狗 我刚才说你真的是中一百万 俗话说狗来福一点都没错 原本客人还因为不熟呱呱乐的玩法 以为自己没有中 就把呱呱乐丢在店里而离开 好在老板娘打扫时发现 这就是百万大奖 赶紧通知客人回来 这名讯英文也开心地说 要包点来福一个大红包 现在所有上门的客人 纷纷都要摸摸来福 沾点好运气 不过因为来福身上有红色项圈 所以应该是走失 而不是被弃养的流亡狗 如今要是主人来认领 老板娘说当然会舍不得 不过还是会让她回心爱的主人身边 才是来福最大的幸福 记者嘉义综合报道